尼泊爾一連發生兩次 瑞士規模7級以上的強症 不但造成了上萬人死傷 而且這經濟損失 更超過尼泊爾的國內生產毛額 因此常年在當地設點 援助貧困兒童的世界展望會 也在第一時間展開多項急難救助 並呼籲美國華人永遠發揮愛心 幫助地震受災戶 還有貧困兒童 錯誤的認知產生的 也就是說你認為你變成這種感覺 你認為事情會這樣發生 所以你第一步一定要先確認 一定要確認這個東西是事實 可是我們很多人 不願意去接受事實 他認為說你看這些東西 大家都在這樣講 所以他一定會這樣發生 也許可能會發生 但是如果我們去觀察 地球這幾千萬年來 每天的這個行動 其實他都一直都在地震 他都一直在變動 然後那只不過我們人類建立 把這些房子什麼都建立在 這些東西上面造成一些災害 對 那所以說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個是不可抗拒的外力 心理諮商師黃亦凡表示 雖然這天災無法預期 不過並不表示民眾得天天活在恐慌之中 透過科學化的臨床心理治療 不但能夠讓容易緊張的人 看清楚這樣子的事實 來停止下自己的錯誤行為 更進一步更能走出恐懼 建立積極向上的人生觀 再次在這邊 下一次 再來